低層的公務員的趨勢其實是不理想的 只有2.8% 而中層的公務員是去到4.5% 而高層的公務員是去到4% 我們希望特首和行政會議 考慮公務員的士氣和其他六大因素 不要今年那麼死板板 將我們的公務員的加薪 就根據這個指標 我們希望就著公務員士氣的關係 可以將中低層的公務員 他們可以劃一將這個指標 一起去加薪 令到我們低基層的工友 他們可以按照這個加薪去抵消通脹 給他們的壓力 第二個就是關於一個 遞增生點的問題 因為現在遞增生點最主要影響 就是一個達到頂 沒得再升 跳頂的公務員 其實他們就會 因為這個 扣減低增生點的問題 令到他們的加幅 是遠比其他還有跳頂的同事 是少的 我們希望政府盡快檢討這個做法 第一就會令到一幫去到頂身的公務員 他們不會再特別被人減掉他們的加薪的部份 第二就可以令到一些新人職的公務員 他們對於政府的歸屬感會更加好一些 令到他們可以整體的薪金 可以比外面的市場更加好一些 令到整個市場提高 第三個我們就是希望 政府就著NCSC的公務員的同事 希望他們可以得到差不多 或者相近的一個調整 因為NCSC即使是在做同一樣的工種 但是他們對於加薪是並不受惠的 希望政府都要關注這一點 可以令到他們的調身 可以參考到我們公務員的一個指標 當然如果外判都可以做得到 這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希望政府在這個公務員調身這裡 我們希望可以聽到公會的一個做法 而我們工聯會裡面的政府人員協會 就會在這個星期開始會做問卷 問我們大概4、5萬的會員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的 結果會在下個星期最後得到出來 我們戒時就會向我們公務員事務局去講 希望令到我們的公務員的調身 可以得到大家的溫意 那幾點 大家有否想問一下 What role do there should be the government do for the lower rank civil servants And why we want that 我們希望能夠提升至中的位置 因為能夠提升至中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提升至中的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提升至中的位置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提升至中的位置 所以他們能夠提升至中的位置 好,這樣就謝謝各位